热烈造成 不会炙热艳阳强劲海风两栖蛙人 抬起突击艇乘风破浪超奖前行 展现勇猛顽强精神 国军强化训练提升战力 而未来外岛战备存粮更将加入 加热时残河 我们已经改列为战备物资 然后在下个年度会开始事情 全面来做的话是在115年 撕开野战包有米饭调理包打开 加热袋放入加热片十几分钟后 就能享用口味多元相当受欢迎 国军颁布外力岛粮末战备存粮调增 政策提高米粮的存量到 能够供给食用约100天以上 同时也把加热室餐盒 从救灾物资调整为战备物资 但外界认为加热室餐盒 单价采购金额高 国军又该如何规划 维持30度以上 但冷冻食品都是在7日以上的 价格的话就是加热室的比较贵一点 他就在240块左右 提高外岛的战备存粮的做法 我想主要是应对中共的这种 所谓的风控的一个威胁 口粮或者是食物其实被称为是肚皮的士气 就是可以雇官士兵的体力 当然雇心理的士气 加热室餐盒符合战场环境需求 毕竟共军威胁步步进逼 海军司令唐华接受外媒访问 就提到解放军正利用蟒蛇策略 随时对台执行封锁 如果说他真的进行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法上定义的这种封锁的话 这个影响的这个做事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国际也不可能做事不管 应对两岸情势升温 保卫国家海疆安全 国军做好万全准备誓言 绝不轻忽 东森新闻王国灵料 和台匪采访报道